多往上去 那我们这边问题里面 还有一项是跟大家的 那个保护权有比较有关的 就是回来之后 你发挥了健康检查 或是像什么时代价这些 最后比较特别的 会给你办公室 检查我没有 但是也因为就是去几天 然后几时就回来嘛 所以当然如果说 比如说你做的不舒服 或怎么样 可能公司会教 你要去做检查 但是因为回来也还好 那譬如說我找到那麼大 或是後來再去的人 後來大家都開玩笑說 你要不要一起做個檢查 怎麼樣這樣子 不過因為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第二批 我們進入第二批 就一組記者去東京做 那我不曉得這位同事 是不是他有做一些叫 他應該其實應該是有做一些 必要的調查 跟帶一些必要的東西去 因為我看他第二次去東京 我們第二批去的這位記者就是 譬如說他該有的就是 比如說口罩或是什麼一些東西 應該都是有準備這樣子 他是誰 古才醫院 我們生活處的記者 對不對 他應該有做比較多準備 那後來後續再去的就是 跟我一起去就是 就是放電話 還有我有 就我剛剛講的這早晚 他上禮拜 上禮拜就是大概不到一個月前 兩個禮拜前 又跟著入主 又去了一趟災區 那就是後續都有 準備要做一些報告的話 可能他們就會 可以其實跟著這些團體去 就有比較多的一些準備 或是他們在 裁判上比較 可以比較 所謂的問題 就是 對 就是比較不用擔心 所以第一批就會比較 碰到不見面 對 就是 對就是 沖沖沖去 然後就 怎麼被交回來了 對 對 不然是這樣 那後來像休假這一些 你知道是比較權益的嗎 休假還好 是因為我們家其實就是台下嘛 然後 我們現在的總經理是陽明 那其實以前的新聞部 TVBS的新聞部 就是會計價計很多 因為第一 我要排很難 第二 我可能遇到大事情 像這樣子的地震 或是說譬如說 911什麼的 我根本沒有辦法休假 所以我們會計價計很多 計很多就是 我的紀錄的話 現在我現在的 計價是有 年假飆穿 我還有87天 但是87天不是這幾年 真的87天不是這幾年 不是最近這一兩年 的年紀是 過去我 因為我在TVBS的 大概很久 就是之前 比如說911啊 或是什麼 每一戰爭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休假 那公司允許讓我們幾家 就幾幾幾 幾家等我們這個 總經理來的時候 就說大部分幾家 對 幾家就是 幾家就表示 你沒有辦法正常休假 或是 對 所以他就是要求要休完 假說我們現在的地震 是 每月地震到每個月休完 那我現在如果說 我只有地震 或是什麼樣 只有 當新聞比較沒有 那麼多 或比較淡的時候 就會要求客單位要 牌架讓大家休息 這樣子 那我這個計價 因為經很多年 所以公司規定 你六年 你要把它修完 所以我早上就看到 我就說 你要不要趕快修長假 你要不要趕快修長假 所以可以換用時間 對 就是 我就想說 大概可以一半 你不用上班 可以 對 那現在的話是還好 就是 那因為 譬如說我們國際主持 我負責牌架 就會很苦 因為 因為你要想盡辦法 讓大陸能夠 把假修完 對 這 糾假困是還好 那譬如說 我去回來 可能 像我這一趟去回來 或是說 其他的同事去 他們都回來 就是 就會先讓你修回 兩三天 三四天 你再上班 那反正他們 就是可以自製 做 那因為 大事發生的時候 就會 譬如說各主支援 譬如說政治主持 新聞 很多 政治主持 都是這個東西的話 就支援你做 幫忙做 我這樣請問 這樣子 所以 連一條衣上也還好 然後就讓你修起來 只是用手架的方式 對 就是修起來做事 那 知道我姐這一點嗎 我們差不多也 我們就是 除了那個 嗯 其實有幫我們送 去送錢 除了回來 有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盤修的啊 所以回來 可能他們就會 就是我們全部的 採訪 對 就回來 大家都修塞 到四天 再正常來上 上次我們在問 記者的時候 好像說 因為寧願給我們 假情 你知道 所以你都沒有 好像不會以為這樣 假情 不會以為這樣 假情 可是上次我們有提到 那個上次可能 專家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 一個是情境的輻射 一個是你身體的輻射 另外一個是你吃進去的輻射 然後他說吃進去的輻射 一定要體檢才有辦法做出來 那你有沒有類似這樣的體驗 還是就是只有身體上的輻射 我做完就沒有啦 你知道我現在就是覺得那個 知識越多就越害怕 越害怕 完本 對 像從來喝珍珠奶茶都不怕 現在 怕 現在不怕 現在看到杯子就怕 對 這個可能會有 就出化劑 對 我們下次問一下那個助理 好 那 我們後面大部分的 屏幕大概就是 跟那個報道上面 會有一些關係的 那其實剛剛大概兩位都有 其實稍微談過 那就是這樣子整個 我會想起來 你們各自有沒有覺得說 像 現在台灣的媒體 在這個部分的報導 覺得是哪一類的報導 例如大家有點比較多 或是哪一類 你們覺得比較有問題 如果現在要做的話 會做不一樣的建議 謝謝 好的 謝謝 我 很棒 就是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做問題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那裡 也才訪到這個 比如說 朝日新聞的 就是他們一些 就是 或是一些 媒體的 人物 他們就會覺得說 嗯 他們在新聞的處理方面上面 就是如果以台灣來說 第一個報導是災情 就是災情的狀況是什麼是什麼 可是他們的 他們在走完災情的狀況之後 他們會立刻告訴大家說 最近狀況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要救人在哪裡 就是他給你的是求救的一個方式 然後他可能不會 他給的資訊比較多 那我們去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 我記得是教育新聞他們的社長 就跟我講說 他說因為當下的時候 你給你批評就是說 我們當時就想說 為什麼如果以台灣來說 我們可能會立刻會封擊說 你政府這個很慢 那個很慢 可是是人新聞 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沒有特別在做這個 這是後面才看不下去 他們都會著重說 我現在批評誰都不是你改的 而是應該先去做 我們第一階段怎麼樣去做規劃 然後怎麼樣去分配工作 那我覺得在這個方面的話 你就真的會覺得他們真的非常緊張的有事 就是在做 而特別是當政府的 比如說他們的那個自衛隊 他們這次出動是比比較慢的 所以真的其實是一直被攻擊的一個頂 可是他們民間單位卻單行非常大責的 去做一些任務的指派啊或什麼 而且他們會透過所有的媒體去做一個公布 然後大家就一直都說 大家會有比較訊息 或是恐慌 就是那個感覺比較 我是覺得 因為這次台灣的記者去我回來 我們一起罵得很兇嘛 對 因為其實我們家裡的記者在信上說 還被罵得很兇 所以白痴提問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在講說 台灣的 這次做日本地震的報道力 就是比日本還要超過 就是說其實做得非常地爽工 那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仔細看 就說人家怎麼可以說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 HPB 畢竟比較保守 對 比較保守 那他們的民營台 其實在畫面處理上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沒有所謂的那麼的 怎麼講 就是說 有 有平和或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含笑一直不斷地在做 但是 我在想其實 台灣 就是可能 不過 如果以我公司裡面的同事來講 我覺得大家就會用舊的觀念 去問一些問題 比如說不管我的處理裁判 或是在公司 就說 他們就覺得應該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那會不會有什麼 我說沒有 因為 其實日本人在處理 在採訪上面 其實是非常要小心的 因為 我 可能也 我跟趙新聞記者在台灣的時候 也 以前幫他們當我翻譯 那還有就是 對 就是跟他們其實採訪過 所以就知道說 他們其實對於採訪是 譬如說 就算今天不是低診 你去日本採訪 你去任何地方 你要拍路的人 他們都覺得有消假 有隱私的問題 他店家通常會給你拍的 我不給你拍 就覺得我的客人會受到影響 或是你拍什麼 都有一些很多東西 都有很多的限制 跟你也需要申請的 然後 譬如說 譬如說 他們要求你要給資料 要報關 還要報什麼 他們就是日本做事情 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然後我可能 我有種很假假的託題 像 在這段期間 我也有 我長官也有給我一份 就是NHK的 他們給記者的一個採訪的準則 他就說 對我沒有 我其實有點忘了 但是大概 我印象比較深的內容就是說 你去再去採訪的時候 第一就是 就是說 你就是要 你要 就是神情你要嚴肅一點 就是不能太 太過欺負 或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 問問題當然譬如說你 還有你在採訪的時候 你不能影響救災 如果你在採訪的空檔 你看到有救災 你要幫忙 還有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不能在災民看得到的地方 你必須躲到 車子後面或怎麼樣 他都寫得非常的細跟清楚 所以就是說 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不能 就是你要 不管你做什麼都要 顧慮到災民的感受 對然後你能夠幫忙 你就要幫忙 這樣子 那你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一定要去做採訪